你老婆是 1米65左右 漂亮吗 还好吧 反正 你这是谦虚呢还是 极度的谦虚 来 我们掌声有请嫂子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李彦玲 我是她的贱内 贱内 对 极度谦虚 老师交代 用了什么技巧 八字真言 说 哪八字 美 买 买 行 行 不怕 五个字 我的错 我的错 解释一下这八字真言 什么时候她都是最美的 需要什么 就是没钱 借钱也要得买 行 就是她说什么都是行 不胖 女孩子都爱美 吃多少 多吃点多吃点 不胖不胖 再就是两个人 我的错 对产生误会了 就别等着人发火了 直接我的错 你们俩 你们俩哪儿认识的 我们俩大巴车上认识 就是坐在大巴车上 我去工作 然后她去北京办事 然后就是这样的角度 然后我这边是窗子 然后她坐在我边上 然后就是我老 偷着看她 就好奇的眼神 没见过啥呀 不就个子矮点吗 没见过这么帅 然后等她看我的时候呢 然后又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扭头 然后我就这样来回两三回之后 然后她就突然 然后就 在我看到的时候 她就突然转回头 硕大一张脸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 19还是20 好骗 你现在多大 我现在29 29 9年前 然后就特别尴尬 然后她就看出来了 然后她就开始找话题 然后跟我聊天 来 轮到你补充了 没啥要补充的了 大概都说完了 你不是说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事的 我和我的朋友 去北京办事 反正隔着一个过道 我们两个就这样说话 我就感觉 旁边坐了一个小女孩 长得还可以当时 闪 没有 好像你用余光看似的 其实你早就盯上了 没有 当时就是 总能感觉 她在这边就这么看了 瞅你 等我一回头 她就不好意思了 她就扭那边去了 这个回头 遇念了很久 对 对吧 对 是的 当时她就是四目相对 那你跟人家聊啥呢 去北京 那只能去北京 因为这个车子是 从汤山直达北京的 我知道 第一句通常都是废话 后面呢 叫什么呀 多大了 做什么工作呀 哎呀 反正多少再吹着一点 我北京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怎么地 反正就是一顿小词 一顿小套路 最后留了一个QQ话 谁留给谁 她都给我了 你胆子这么大呢 年轻没有那么多心眼 然后结果就被她套路了 你以为你现在就有心眼了 现在也没有心眼了 现在也没有心眼了 认识多久以后在一起呢 差不多半年左右吧 然后 谁表得白 正式在一起 表白 没说什么 我说 你不找对象啊 他怎么回答的 不找啊 不着急啊 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啊 他说行啊 啥样的啊 我说 就没有好几天没理我 没理你 我还哪一点吸引你 我觉得他能够很阳光 然后还能自立自足 平时我们两个 一起走在街上的话 就是有很多 就在那说呀笑呀 然后就指点你呀 然后他就一直在劝导我 你家里反对吗 家里当时很反对 但是他们听说之后 你们俩不可能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然后就不让我出门了 然后就是我一直 把他手机摔了 都没收了 看我们两个联系 他自己要往 从家里往外跑 就是我岳父知道了 特别生气 用那个铁丝 就把他的手和脚 就给绑上了 绑了一周 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这边先松口来 他说不行 然后看家里面这么反对 然后我在家里面 也挺受罪的 他说你就放弃吧 然后我当时还 我还特别坚决 我说那我不放弃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 我其实我就是做一个两面派 在这边跟家里面说 我放弃了 在他这边我们说没有放弃 慢慢地放松家里的警惕嘛 然后就找一个机会 然后偷偷跑出来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 然后就领了结婚证 然后就简单地办了一个婚礼 你父母呢 他父母很同意的 你父母来了 我扮过 搬了久吗 搬了就是在他们三方面搬了 然后我们家那方面没有放弃 你后悔跟爸爸妈妈闹成那样吗 其实也后悔 但是他们这样对我 也是为了我好 我现在能明白他们理解他们的 当时的话也是年纪小时候的 你现在理解是因为你当了妈吧 你生孩子吧 对吧 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小子 多大了 八岁了 现在知道了 儿子不听自己话 自己得多难受 是吧 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是 我老婆减三个 等于有三个姑爷 我是这三个姑爷里边 最吃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来事啊 你怎么来事啊 来 我当当你岳父感受一下 来个串看看 爸 吃饭没 没 想吃啥 我给你买一张 胃口不好 胃口不好 那也得吃饭呢 那咱俩去小饭馆 我请你你咱俩喝点 不去 你妈不让 我跟我妈说 你跟我走没事 这还挺会讨欢迎星的 老头最吃这套